大家遊戲機和手機裡面玩Mario Kart就試得多了 不知道在家裡真的有車子動來動去的真實版Mario Kart 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跟大家試玩Mario Kart Live Home Circuit 你想在家裡組裝一個真實的Mario Kart賽道 是很簡單的 首先你要一個官方建議的3.5米的空間 如果在家裡搬走所有桌子等等 發覺夠的話不妨試一下 任天堂很喜歡用紙板做不同的道具 這次有一個大家看的賽車比賽都會看到的閘門 它有一套有四塊的 另外也有一個指示路向的指示牌 就會讓你看看車仔應該要向左走還是右走 所有東西都放好在地上 做好之後 你再在遊戲中 把車仔控制走回一個圈 它裡面就會自動記錄了一條路 之後比賽和遊戲就會跟著一條路線一路去 這樣就可以玩到不同的Mario Kart賽道 這隻Mario Kart Live 最多就是支援四部車仔一起玩 一部車仔就會跟一部Switch 而如果一家裡有幾個大人小孩和大人想玩的話 可以再買幾部Switch 不過呢 也可以使用單人著玩 單人來玩 有一些計時賽和故事模式 它就會跟虎巴七人組 即是小的虎巴 Elizabeth created a loose game 感覺挺有趣 我們現在試cies一下我們的賽道 我們現在下了一條賽道 我們看到剛剛放的指示牌和賽道 會有不同的圖案在上面 我們走過某一些閘門 就像Mario Kart遊戲一樣 都可以拿到道具 整輛車的反應是非常靈敏 我們也可以在畫面看到 它有一個訊號的強度計 如果像我們這樣 只在眼前走來走去的話 我相信它的收訊速度和反應都不錯 而旁邊有一個油站的玩偶 告訴你這輛車有多少電量 沒錯,這輛是電動車 我們剛剛玩了十多分鐘左右 就用了一輛 即是差一次可以玩到差不多一個小時 也算耐玩 整體來說,整隻Mario Kart是非常好玩的 因為我們平時玩遊戲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真實感 只按著螢幕的按鈕 但現在不同 真的有車仔在你面前走來走去 而且加速的時候 真的有些馬達的聲音 非常有這樣的感覺 這次的賽道 我們做得比較簡單 只是打圈而已 但其實官方也有推介 所以我們可以走八字 以及在中間又放不同實體的障礙物 例如放筆筒 或者放椅子在中間 阻礙它 全部都是沒問題的 大家如果看完條件想買的話 其實這輛車仔已經在香港上了價 不過價錢方面 現在因為市場價格相當浮動 大家記得買之前就要隔下價了 喜歡我們的朋友 就記得讚好我們的Facebook 加入我們的Telegram Group 也可以訂閱我們YouTube的頻道 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影片 以及不同的評測文章 下次再見 拜拜